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接下来刚刚已经跟各位分享了大数据分析 我们从过往是不是拿到资料 资料先经过资料的清理 资料整理 这个叫资料的正规化 然后资料正规化完毕之后是不是做资料分析 用的是书面分析 现在其实已经慢慢慢慢我们要开始导入一些新的技术 新的方法 所以我就把很多分析这件事情 就留待到Power BI这边来跟各位分享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观看一下认识认识Power BI开始 什么叫Power BI 什么叫Power BI 然后什么是大数据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现在请你们先观看一下 首先什么是Power BI Power BI那当然你就去它的一个官方的网站 输入了Power BI之后 这边Power BI Microsoft 这个Power BI Microsoft 这边它其实是一个互动式报表 那什么叫互动式报表 我们就点进去看一下 就是说假如说今天 假如说今天我们这边是不是有产生一张报表 两张三张 好 依此类的我们有很多报表 然后这个报表它可以联动到这一张到这一张 每一张它都可以彼此互相产生联动 例如说当我今天呢 我要去看这个区块 它这个数值就会 这特征药因就会去做改变 然后这个等于是说一个染色体 染色体就是多色图它之间的关系 它就会跟着改变 这就是互动 好 那我想Excel Excel当然也可以画很多图表 但是它就是中间少了互动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先看一下 就是Power BI如何下展 假设你今天是没有软体的情况之下 我们是不是就到Google搜索引擎输入Power BI下展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点选点选下展 Microsoft的Power BI 然后接下来如果你的电脑 如果你的电脑呢 是用比较新的电脑 例如说64位元 那就请你点这个下展 那什么叫64位元 这你可能就询问一下 询问一下 那如果你的电脑是旧的电脑 旧的电脑 你可能作业系统是32位元 那你就要点这个进阶下载选项 好 请点它 我现在是用一个就是说 假设我是32位元的电脑 告诉各位如何去下载 首先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要选择语言 语言的话我们当然是选择繁体中文 选好繁体中文之后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要点这个下载 然后它这边其实只有两个 一个是什么 64位元 这边看到差64 一个没有标 这就是32位元 可以吗 好 我只是要特别告诉你一下软体如何下载 下载完毕 因为你们的Notebook已经都已经装好了 所以我这边我也不交安装 我想你都不会遭遇到任何相关的问题 只有一种可能 你的电脑是32位元 结果你下载到64位元 它装不进去 有听懂 只会有遇到这种情形 所以这个时候建议你 建议你 当今天它画面出现 出现类似这种讯息说 你的系统是30位元 但是你64位元的Power BI是装不进去 这种字眼出现的时候 要不就请你换Notebook 或者是桌机 选择64位元 要不就请你重新下载30位元的Power BI执行程式 好 以上动作都不请你们做 因为你的Notebook通通都有了 那我接下来呢 接下来 当你装好Power BI 我们是不是就要打开Power BI 快速点两下 我们就可以打开Power BI 然后接下来 第一个画面 第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叫注册 Welcome to Power BI Desktop 这个意思就是请你输入 first name last name email address 之类的内容 可是 可是 它不是免费软体吗 不输入 这些资料 可不可以使用 当然可以 请点 已经有Power BI账户了吗 请登入 就是假设 你现在已经有账户 已经有Power BI的使用权 所以你是不是要点它 可以了解 因为它这边没有关掉 因为它这边没有叉叉那个按钮 所以你就只好点 如果你又不想注册的话 是不是只好点这个 已经有Power BI账户了吗 请登入 就是说 告诉他说 我已经有账户了 我根本就不用输入刚刚那些资料 对吧 好 再点这个XX 然后你会出现这个Power BI的一个起始画面 例如说这里面有新增功能有什么 然后Power BI部落格论坛教学影片 这边通通都有 最重要的重点是 第一个动作就是要先取得资料 对不对 好 这只是一个起始画面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关掉 因为稍后我再跟你们 好好地分享这里面的内容 所以现在你们要做的是什么事情 先把刚刚那所有包含以色谣的档案 通通关掉 不要储存 可以吗 通通都关掉 不要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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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以色谣的改变 因为我们所有的分析要在Power BI里面来做分析 然后接下来就请你快点两下桌面上这个Power BI Desktop的捷径 然后是不是就可以打开Power BI了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先把所有视窗通通通关掉 然后最后是打开Power BI 首先 首先我们这是一个大数据分析的视窗 我稍微先简单介绍一下 这就是功能标签 功能标签在这里 然后接下来 这个功能标签里面 只有1234 档案本来你就懂 这个档案我觉得你本来就应该懂 然后常用有看到吗 检视表 模型 说明 而且我们的课程 只会讲到一点点模型 检视表都不会讲到 因为你不发行 不发行根本就不用讲手机如何配置 好 所以常用是不是都很重要 常用都很重要 那常用就这些功能 没错 好 那常用功能标签在这里 接下来呢 这是我的画图区 这是我的画图的区域 这是报表区域 然后呢 这个左边 左边有三个很重要的功能 报告 资料 关联 模型 关联 做关联的 因为两张资料表是不是要有关系 那关系的建立就在关联里面 那你要呈现资料内容 就像那个以色谣工作表内容 所以它叫资料 还有你是会画出直条图 折线图 圆形图 都在报告里面 好 有这三种模式 然后接下来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筛选 筛选 视觉效果 视觉效果就是那些统计图 接下来还有栏位 什么叫栏位 我们刚刚是不是请你复制了标题列 然后变成直的 对不对 好 那些都是栏位 可以吗 也就是说它的做法 因为都是微软公司开发出来 到时候都是用勾选的方式 然后自动帮你配置 列位置或者是蓝的位置 或者是直的位置 可以 所以在这个地方 其实你大概知道 这是功能区 功能区 然后这边有三个很重要的功能选项 然后这是我的工作区域 筛选 视觉效果 蓝位 好我想大概就这几个区域 那我现在呢 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事呢 一定是常用底下 这边都不能做 简价复制贴上都不能做 因为我都还没有任何的资料 所以我第一件事一定是取得资料 取得资料 点选常用 取得资料 我们现在看一下 取得资料这边有很多种方法 有取得以资料资料 取得POW BI资料表 取得文字资料 CSV 取得其他 可不可以取得 例如说 线上服务 线上服务 我有看到GA吗 然后下面是有脸书 当然可以取得 也就是说 你可以取得社交 社交相关的资料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去分析 例如说 这个网站呢 新的使用者有多少 旧的使用者有多少 然后跳出率是多少 或者是哪一篇文章被最多人来按赞 脸书 脸书不就是有这个资料吗 对不对 好 然后甚至还有哪一段期间 就是脸书的版主 跟谁关系最密切 有听懂吗 这不就可以去做私家侦探了 好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先按取消 我给各位是e-sale的资料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点取得资料的e-sale 对不对 因为我给你们的是e-sale的资料 所以我就点e-sale 然后接下来 我刚刚是不是放在下载里面 我刚刚把那个超市范例 放在下载的位置 因为从网路上下载就在那里 然后点选超市范例 开启 然后接下来 他就很像开启救党的意思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他说他有三个工作表 订单 退货 销售人员 那我们就先请各位开第一个订单就好了 订单 你就把它打勾 就是过一段时间或两个小时后我们再开退货 可以吗 当然可以 不用同时把所有资料都汇入进来 这就跟e-sale不太一样了 对不对 好 然后接下来勾选订单之后呢 接下来下面 下面 有看到吗 这边是不是变成黄色 所以他就引导你去看下一个黄色在这里 不想要各位觉得这样子设计好不好 当然好啊 对不对 好 然后这边选好之后呢 我就点载入 请先做订单就好了 然后接下来你就要给他时间来去载入 载入 好 载入完毕之后 你怎么知道载入完毕 这边栏位就有东西了 这个地方是不是看到订单 订单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很多很多个栏位名称 可以吗 所以我刚刚其实只做了开启旧档 类似像以前我们在学椅子 开启旧档这件事 所以是不是用常用 取得资料 然后接下来你去选档案 超市 就是范例这个档案 然后点开启 然后接下来第六个动作就是勾 收订单 然后第七载入 就完成了 可以吗 换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取得资料 而且这是当我们进入到Power BI B1键一定要做的是 B1键一定要做的是 好 那接下来呢 先问一下你们喜不喜欢这样子的教学 可以哦 继继续咯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开始做资料分析 资料分析 简单说我们以老板最关心的事情 当然就是各年的利润是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怎么样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就要开始画图了 因为我要分析各年的利润 所以一点选空白的 在报告这边哦 在报告这边空白的地方点一下 空白的地方点一下 好 为什么要在空白的地方点一下 因为假设这边已经有一张图了 你就直接选视觉效果 到时候他会把原本那张图改掉 所以我是要画在空白的地方 二选取 最容易看懂图当是群组直条图 我是先选 我是按照这种方式选 好 然后选好视觉效果的群组直条图 三 三我要做什么呢 在这个地方 我因为要做各年的利润统计 所以我是不是要勾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 没问题哦 勾订单日期的什么 利润 利润在哪里 在上面 勾选它 好 我现在稍微把这张图放大 为了我上课方便 为了我上课方便 这样我就已经画完这张图了 知道 为了我上课方便 我刻意把那个色彩配置改成那个 那个高亮度对比 高亮度对比 我不是说你们是这种人 或者是我把它换成高阶主管 可能会比较喜欢看的 配色 你就用它既有的配色 这样可以了解 你随便去切换 你可以用创新 你可以用新潮系什么都可以 好 我只是说为了方便 等一下我就不用再去管它的颜色 它可以帮我配置出来 很好 视觉化 效果很好的 好 所以一空白地方点一下 二点选 点选 群组直调图 三 勾选 订单 四 是什么 利润 可以吗 你就可以画出这张图了 稍微把它放大一点来去观看 好了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四个动作 对了 以下所有的内容可能只要做四个三四个动作 你就做完了 真的 这一套软体的好处就是这样子 好 为了我上课方便 所以我先把三选稍微缩小 因为三选 暂时还用不到 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现在这样子一个图表 这样一个图表 可能你会蛮在意 就是说 它的一个数值是多少 你有没有发现 游标一过去 它就会直接告诉你 数值是多少 2013年利润是三十七万五千 2016年利润是多少 六十八万四 可是我是要告诉你 当你今天做了这张图之后 自动分析都帮你算完 请问一下 当我们今天看到 2015到2016年的利润 他成长的比例 是不是下降了 对吧 这边的成长比例 跟这边的成长比例 这个成长比例 是不是下降了 你觉得老板会不会问你说 那到底是什么产品导致的情形 是什么地区 是什么客户 你觉得老板是不是会关心这件事 对不对 然后他帮你全部算完了 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看到分析 说明增加的情形 说明增加的情形 有看到吗 就是2015到2016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分析 我们是有成长 然后哪些地区的成长 哪些产品的成长 哪些主要客户的成长 是不是应该要继续报告出来 这才叫正确 好 然后接下一点分析底下的 说明增加的情形 他说2015年到2016年成长了10% 分析在此 有看到吗 他说 他说因为我们现在是分析利润 对不对 利润 利润跟什么 地区别 地区 纸产品 这个叫做纸产品 纸类别产品 书价 成长最多 谁 最少 桌子 有看到吗 你觉得老板想没有知道这件事 当然想知道 对吧 他都帮你算完了 而且 而且这个自动分析真的很重要 假设你今天假设你今天你有很多很多资料的时候 他都帮你最主要的帮你呈现在这边 还有我们这边不是有很多资料吗 所以他继续帮我们来做分析 利润跟产品类别 发现办公用品类别是成长的 以计数类别是下降的 以 以那个细分 我不知道细分是什么 以程式 程式来去看喔 好 各超市嘛 遍布在大陆各个 那个城市 其中以太原 2016年 以太原 成长 最多 然后呢 以什么 保定 减少 最多 有看到吗 增加是绿色 减少是红色 那请问你黄色是什么 其他 当你今天那个项目有很多很多的时候 你的其他一定会很高 这没办法 所以建议那个类别分析的时候 不要有太多类别 例如说各城市跟各产品类别 那当然是产品类别 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你产品分类只有三个类别 那各城市 那是不是有大概一两百个城市 有看到 请问以色谣有没有做到这件事 当然没有 这是9月份出来的新的功能 重不重要 很重要 只是你现在 现在自动分析 Power BI已经帮你做完了 真的 已经帮你做完这件事了 例如说你想要知道2014到2015 滑鼠右键 那就点分析 说明增加的情形 来去观看一下 你看成长比例 31.95他都帮你算完了 可是我们的课程 我就是要教你如何算出这个数值 这是很重要的数值 你不能说都电脑算 然后你都不会算 这样也不行 然后这边有看到吗 2014到2015 主要他这边更重要的事情是 东北地区 他现在是不是把地区放在第一顺位 2016年 2015到2016年 谁放在第一顺位 子类别 一个是地区 一个是子类别 为什么 地区的影响性在2015年 比较大 2016年 就是以子类别 影响性比较大 他是有经过顺序排序的 这样可以了解 这样大概知道我现在所讲的意思 好 那 还没讲完 滑鼠右键点空白的地方 是不是也有分析 有看到 找出 找出此分布的不同之处 请问是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看的是不是利润 我们现在看到是利润 利润有看到吗 我们的利润是不是 这样子的方式来去排 然后接下来 这边是会看到 这一个 就是这边是不是有两种图 他要去做比较 两种图来做比较 好 我现在不要看这说明了 我刚刚点的是 这个地方 我可以去看 2014变到2015 它的增加或减少 的说明 对不对 现在我看的是什么 这个利润 它跟其他项目的比较关系 是不一样的自动分析 你点在不同地方 它有不同分析的意义 你看这边分析找出此分布的不同 它就不能讲说什么 找出此年的什么 增加减少的说明 对了 对了 你这边分析 说明增加的情形 这边都只在说明增加 可以吗 其实也有分析在说明减少 这点我要请你们稍微知道 好 可是在这个地方 你同样的动作点 我们只能找出利润 利润 它跟另外一个项目之间的差异性比较 有听懂吗 刚刚比是在比什么 年跟年之间的比较 现在不是 现在是这一个叫做利润 跟利润 你觉得利润跟什么会比较有关系 销售还是折扣 还是地区 销售额 对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分析找出此分布的不同之处 你这边一定要听懂 不然他帮你找出来了 自动分析 就会你到时候跟主管 跟老板讲 讲不出来 请问一下 这个是对利润 一年排序 有看到2013到2016 然后这边有没有看到 辽宁 他是不是跟他的关系 这个颜色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的利润 这个是利润 然后呢 辽宁这个城市很特殊 很特殊 你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逐步的上升 逐步的上升 有看到 但是他这边因为是-5000 所以他是什么 逐步的减少 有看到吗 这大环境都在增加 大环境都在增加 利润都在增加 辽宁这个城市 一直在下降 那你可以不可以看一下江苏 江苏的话 这三个是下降 但是第四年拉回来了 好 有看到这件事情 好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指类别 就是利润 利润 利润是不是灰色 这个是什么 美数 美数 发现什么 发现他是像下降的 就是差异 你要找那个不同之处 为什么要找不同之处 你们知道吗 为什么要找不同之处 对啊 你看到那个问题 这个城市有这个问题 我们才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同意吧 请问这两个分析 是不一样的分析 因为你只在按滑鼠右键 可是你要是这一段听不懂 那我就只能跟你讲 好可惜 微软公司已经进步到 你以后只要对着他讲 他就自动帮你算完 然后可是 你却没办法跟你的老板 去分享这个竞数 那不是很可惜吗 知道了 做法很简单 在这个地方 滑鼠右键 分析 说明增加的情形 还有在这个地方 分析 找出分布的不同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自动分析 太重要 太重要 太重要了 因为太重要了 所以一定要讲好多次 那我们现在继续来观看一下 这些资料 我相信大家还是会想看那个数值 所以我还是把这个格式 这张图的格式跟你们分享 首先 首先在这边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格式 格式 第一个是栏位 第一个是栏位 第二个是格式 第三个是分析 就是 视觉效果 你挑一种 视觉效果 视觉效果下面是不是有三个很重要的工具 第一个就是栏位设定 第二个是格式设定 第三个分析 每一个都很重要了 可是我现在要先特意的教你格式 格式这里是不是有X轴 就是这个部分 你会不会觉得这字太小了 好 那我们就把X轴打开 然后把字改成大一点 例如说14 这样字是不是就大一点了 色彩我改成黑色 那 接下来呢 就把X轴缩小 Y轴呢 Y轴这个数值 我也把它放大一点 你们会不会很在意什么 百万 0.6个百万 我还是要提醒你一下 毕竟是那个 美国人设计出来的软体 所以它没有万 它也 没有亿 对不对 这样可以了解 它就是千跟百万 然后十亿 好 那你可以选择 我不要任何单位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Y轴 Y轴 这个单位 单位 显示单位改成5 可是我比较习惯 我比较习惯看那个自动 而且我跟你讲 你的老板也很习惯看这个自动 好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 就是Y轴也设好了 这我想教一次 你就会了 资料标签打开来 可是这字是不是很小 很小 你就把这个资料标签打开 然后把字稍微放大一点 可以吗 这样是不是就看得清楚这些字了 好 换你们来去做格式 就是统计图表里面的 视觉化图表的一个格式设定 我现在动的是X轴 Y轴 以及资料标签 我现在想要在很短时间之内 先告诉你 先告诉你 就是AB test 也就是说 这就是大数据分析 很重要的一个技术 我们刚刚画的是 各年利润统计 对不对 您会不会画 各类 各类产品利润统计 会不会 现在这张图是不是画 各年利润统计 那我们会不会画 各类别利润统计 会吧 好 我们来试试看 一 空白地方点一下 二 是不是 群组直挑图 三 我画的是各类利润统计 所以各类 那是不是在类别这边勾选 再来是什么 利润 第四 点选利润 可以吗 好 其实我要特别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边是不是办公用品类 教育类 家具类 对不对 因为它就只有三个类别 然后呢 它会自动把 我刚刚勾的一个文字类别 放在轴 因为我们是那个直条图 群组直条图 可以放类别 文字类别的 是不是只有X轴 所以它这边 把X拿掉 这就叫做轴 那请问你Y Y是什么 数值 对不对 数值 我刚刚后来是不是点了 消 利润 它就自动把它放在利润 没问题 这样理解 理解 电脑也是因为 你选了群组直条图 它就会适度的把 文字类别放在什么地方 数值类别放在什么地方 可以吗 然后接下来请把 第五个动作 请把这个值 请把这个值 因为我们通常预设都是做加总 然后请把这个值里面 值里面将这个值显示为总计百分比 然后建议是把这个看你要不要把资料标签呈现出来 其实我觉得不呈现无所谓 资料标签我稍微放大一点 可以吗 资料标签 可以吗 就是比刚刚这个地方多做一件事情 把这个值 我不要看加总的值 我看的是占比例 占比例 可以理解吗 就是它比例所占的百分比 请问一下 他这边是说 全部 全部 这四年全部的资料 技术占多少 占34.92 办公用品占35.38 家具占多少 29.7 所以建议是把这个资料排序一下 排序 好 那我们排序依据什么 GT Grain Total 百分比 GT百分比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它是不是这样排好序了 排序知道吗 类别 类别资料 我们可以按照这个 越方便老板来去看 所以第一个类别是办公用品 第二个类别是什么 技术 第三个类别是 家具 好 请问我讲到这个地方 我还没有要结束 还没有要结束 可是 可是操作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就是开始玩 AB test 例如说 当我点一下 2013年 你看到什么事情 学长 你看到什么事情 你看到什么事情 在这个三个类别当中 按货重品的销售的利润比例超过它四个总比 不过我觉得它呈现一致性的变化 对吧 所以基本上没有很大问题 2014年呢 2014年你会怎么讲 要讲问题点 哪一个产品是问题点 哪一类的产品 技术 为什么技术是问题点 下降 下降 你们都是 习至如今行的人吗 跟老板讲话 最好不要这样子讲 知道吗 你最好是讲的 其实老板也懂你要讲什么 可是最好不要请老板会议 知道吗 对这边 这边 技术类别 它应该是排名第二的 现在直接掉到第三了 这算不算这问题 这问题可大了 这样理解 这就是大数据分析 你看我只是两张报表 我就可以再做ABTest ABTest其实是把资料类别化 类别化 所谓类别化就是占比例 然后接下来你点2013 2015年 2015年什么是最大问题 办公用品 太大问题了 这个比例不是那么重要 可是 真的比例不重要 可是你可不可以直接让老板知道说 这个办公用品 这个地方问题太严重了 它从第一名掉到第三名 这是不是代表 这公司的政策是有问题的 对吧 如果Nokia早一点导入 大数据分析 它现在不应该在市场上消失 大分明的第一支手机是用哪一个品牌的 对啊 我们都是 现在谁还用Nokia 应该有吧 来不及一个两个 对不对 这样听得懂吗 因为你现在可以从这边直接快速的导入问题 发现问题 你觉得这件事情重不重要 重要吧 我这张图我只是一样做出什么 各类的利润统计 然后我把那个值改成百分比 改成百分比 然后接下来我就会开始变了 你觉得这是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换你们动手来去做了 这就是大数据分析 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技术 这绝对不是一次要做得到的事 请问一下 我现在是不是点了2015年 发现什么 办公用品 它在第一年 它跟整体的表现 它本来应该是第一名 现在跑到第三名去了 对不对 问题太大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 所以这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 分析 对吧 这样听懂了吗 你不要把刚刚的自动分析就丢掉了 就还给老师了 你说老师 我把所有的凝胶的东西都还给你了 你可不可以把学费退给我 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 好分析 这个分析太重要了 这边分析 分析不见了 因为我已经把它改成比例的方式 比例的方式来去呈现 好 所以记得记得把这个值 例如说改回来 改回来 例如说将值显示没有任何计算 好 2015年 华属右借 这里就有分析了 找出此分析 找出此分布的不同支出 那刚刚我已经改成百分比了 好 这只是稍微提醒你 不要忘记了这件事 好了 我还是一样 恢复回来 将值显示为总计 百分比方便 方便 到时候 大家可以来去玩 好 接下来 我要讲回来这张资料报表 这张资料报表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张资料报表里面 它这下面有几张很重要的图示 有一个往上 但是现在是隐藏 然后一个往下 两个往下 然后两个往下中间是拉一条横线 好 这个叫做往下的箭头就是向下探索 向下探索 请问年向下探索 是不是就向下探索到季 季在向下探索是不是到月 可以吗 向下探索 好 那这个是什么 连续连续 这个是单一向下 这是多向下探索 所以我先讲这个多向下探索 当我点到多向下探索 它就把2013年的第一季 加2014年第一季 加2015年第一季 加2016年第一季 放在这里 加总起来放在这里 所以通常这样子的图 当我点了一下它 我可以去做什么 淡季旺季的分析 所以我们看到什么事情 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 如果我要做这件事的话 我会再加一条平均线 平均线 我就会说这家公司 淡季其实是在第一季 有看到 第一季 然后呢 二三四季是旺季 可以吗 也就是我可以去做淡季旺季的分析 你觉得最大问题在什么地方 哪一个月 二月 不是二月 二月因为最低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月 比它更较高 七月 七月 知道吗 七月问题太严重了 可以吗 因为它在两峰 两个高峰之间 这不是一个最大问题 你在做报告的时候 你在做报告的时候 你是不是应该要跟别人讨论 最大问题的地方 好 那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要做什么事情 滑鼠右键 分析 有看到吗 这边就不是增加咯 这边是说明减少的情形 对吧 很重要 很重要 好 因为七月 七月是非常重要 这个就是向下探索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一二三四月 它是很低的 然后呢 七月也很低 而且它在 六月跟八月之间 六月八月又都很高 为什么七月会这么低呢 而且让我们下午再来观看 就是滑鼠右键点它 分析 这样知道吗 好 换门 就是我只讲了一个 我只讲了一个 那请问你 会做向下探索 会不会向上探索 当然会 就是点它 现在就变黑色了 再点它 是不是又恢复原状 好 换门 动手来去